中文字幕作曲 李宗盛 如你們所料我們又吃麵 耶 好但是今天不一樣喔 我吃傻瓜 然後你吃沙茶 傻瓜跟沙茶 而且我今天傻瓜 我還加了一點就是你之前做的那個刀口辣椒 所以你有看到上面會有就是這個 有一點那個焦麻下去 所以會比較香我覺得啦 刀口辣椒先做起來其實很方便喔 那你不是有做那個溫泉蛋很剛好嗎 我跟你講我教了大家這個 零食物的 溫泉蛋 因為通常溫泉蛋它的做法是什麼 它是要在要有一個就是測溫度 它要在70度的一個溫度下 然後泡就是把這個蛋放下去 悶住 悶差不多15分鐘 但是有的時候你起來它整顆的還是 還是深的 要嘛是太深要嘛是太熟 對對對就是會怕有這個問題 沒有啊通常都是會怕太 你如果是15分鐘的話有時候怕會太深 那我覺得會抓不好 那我覺得用這種加醋的方式就比較方便了 嗯好吃 不夠辣再加醬 好 沙茶拌麵 嗯 好久沒吃到沙茶拌麵 嗯 你很喜歡吃沙茶拌麵喔 我覺得它很基本 嗯 它就是辣油 哦 好好吃喔 你要不要吃吃看我這個 真的嗎 很香耶 薑麻味道 真的喔 我剛剛就是那個在我在那裡一直聞到很多醋味 我覺得不錯 我覺得 因為有 因為有那個刀口辣椒的關係嗎 它就是 我沒有加很多 我就是增加它的香味味道 一點點 對 我覺得還不錯 那你有那個沙茶我要吃 看我們吃這個拌麵可以吃的幾天 吃到疫情結束 吃到大家都平平安安 沙茶很香 嗯 嗯 對不對 沙茶 很貴 不愧是牛頭排 很貴 還有我剛好介紹那個 平東科技大學的那個醬油膏也很厲害 哦 大品牌的 大品牌的沙茶醬 酒玩是很厲害 那個醬油膏啊 一小瓶就很貴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不死鮮 好吃 有些價錢 貴 是貴的有道理的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今天講話很穩定 很平靜 因為有在睡覺 對 你不敢把他吵架 怕太大聲把他驚醒 對對對 所以這一餐是很peace的一餐 呵呵呵 沒辦法最近那種天氣這麼不穩定 欸我剛才出去好像感覺有點 就是在陽台的時候就好像有點兩億飛進來 哦今天這樣聞哦 嗯 那彎魚好像停了 嗯 兩天的鮑魚這樣 嗯 看可不可以把病毒給沖走 可是病毒好像 這個病毒好像是要在就是夏天很熱很熱的時候 現在想到也沒有一定 哦真的哦 就是高溫砂劇 說不定它有一天就突然就沒了 最近 最近我們比較常在家 嗯 我們就 吃拌命 對就盡量不要在小朋友到處 趴趴著走這樣子 然後 盡量都開吹服吃啦 對 盡量 我們就沒有做 要終於輸出去 因為小Yuna她沒辦法戴口罩 嗯 她也戴不住 所以 也是小Yuna戴不住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 讓她 小接觸人群 不然Yuna都會 很容易會招人群 呵呵呵招人群 真的就是 就是她走在路 就是她在路上 然後就是可能我們買個麵 老闆就會很想要靠近她 嗯 想要 不是 她就會 一直會說她很可愛 然後就很想要靠近她 然後就是 反正就是 Yuna就是 有一次我們去那個 去吃冰淇淋 然後我們要走的時候 隔壁桌 因為她一直在對隔壁桌笑 然後隔壁桌的人就轉過來說 欸 你可以轉一邊 讓我看她嗎 她好可愛喔 嗯 嗯 對不對 那我再看她一眼 那我再看她一眼 這很好笑 是不是 她就很容易招人出來 這蠻妙的喔 而且因為Yuna 她的臉實在太肥嫩了 就是 其實陌生人會不自覺的想要去 唸她的臉 然後我們就會很緊張 對 防疫的問題一樣 為什麼會 呵呵呵呵 難 現在我覺得 現在 其實我覺得 就算防疫沒有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如果 不認識的話 還是不要用手去摸人家的小孩 真的 因為 因為就是 小孩子真的是抵抗力比較弱 去摸她的臉的話 她生病你負責嗎 對啊 對不對 就是就算不是疫情的關係 平常的時候也是 自己摸自己的小孩就算 朋友的小孩其實也盡量 除非你朋友真的願意說 欸 你要不要抱抱他摸摸他這樣子 其實 其實朋友有時候也不好意思跟你說 不要碰 對不對 如果你朋友有主動 或者你自己問你朋友 說可以抱可以碰的話 那就去碰這樣子 那陌生人的話 那更不用說 不要去碰別人的小孩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對啊 好吃啊 因為我坐在這邊在喝咖啡聊天 對不對 已經在喝咖啡了 老闆 可以續碗嗎 很快 我最近吃很少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家 我剛剛已經拍了影片了 你剛剛是最後一匙的沙茶醬 我先買沙茶醬 好 沙茶醬其實我覺得 就是以前沙茶醬就只有我在吃火鍋的時候 我用醬料的時候會用到 那現在呢都多了 那我老婆做這個拌麵的時候 你會用到 那我還是都買小罐 通常買大罐比較划算 那我覺得小罐小罐小罐用 才不會沾冰箱的空間 真的用完吃完再去買 好啦 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其實很多 就是我們開直播的時候 很多朋友想要問 就是 就是問問題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 如果看到這邊的朋友呢 你可以想想要問我們什麼問題 我們會把它歸類 就是用好之後我們可以來拍一篇 你說拍Q&A嗎 Q&A好不好 希望我們的人數破 十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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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兩萬 先兩萬 瓜瓜十萬 十萬 我們趕快先收集Q&A 可以讓大家來發問 有沒有想要問我們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那就沒有Q&A了 好不好 好啦 我現在要去洗碗啦 我剛剛看到一個很像戰場的廚房啊 沒有好不好 哪有像戰場 我相信我洗完碗之後 我就餓了 欸 這時候呢 小野就來啦 好 應該不會又是拌麵吧 呵 我跟妳講 晚上就不要吃拌麵 晚上就吃一個清滷味啃個雞腳這樣子 我以為妳要跟我講晚上就不要吃拌麵 晚上都吃個鹹酥雞啦 炸雞啦 什麼的 就是重口味重油重鹹的那一種 最近那種涼滷味耶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喔 涼拌滷味 對對對 去看附近有什麼涼拌滷味 可以 可以買回來吃 對啊 真的 總不能要我自己再去開發個涼拌滷味 自己滷滷味很辛苦 對啊 滷味是真的 就不能說簡單了 對 是不是 就是那個比例要調好 真的 還好我沒有獨門配方 呵呵 呵呵 好啦 你順便有髒髒的 嗯 髒髒的 好啦 各位朋友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跟支持 好啦 Q&A開放下面留言 好不好 我們再來Q&A 那記得多多幫我訂閱 分享 按讚 按讚 還有支持我的遊戲頻道 好不好 好啦 掰掰